唐卡是藏族的百科全书 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宝 很长的一段时间 唐卡面临失传 和低劣工业复制的危险 有一位年轻人 他从父亲手里 接下了一所公益的唐卡学校 将家族骄傲的唐卡技法 免费传授给所有爱好唐卡的人 了不起的奖人 我们来认识 唐卡匠人 诞增评措 我是诞增评措 我曾经想过当一名当代艺术家 我继承了父亲的唐卡学校 一所重工艺的学校 我觉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 是相通的 都来自于心理 这些人就会被连接到 我认识了 我认识你 那就是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能有什么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就是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你是那个直播 那个什么唐卡直播的 就跟我说这样子 昔日的藏民逐睡草而居 一卷唐卡便是一座 可以随身携带的庙宇 随时展开就可悬挂公养 感受佛法的真谛 如今唐卡在接受 虔诚的鼎礼膜拜之外 更成为展示藏地文化 不可或缺的符号 作为卡朵家族的传人 年轻的诞增评措 必须将免唐派唐卡艺术 传承下去 这是父亲丹巴绕蛋 给予的使命 我喜欢尝试 父亲就是管得太严了 管得太严了之后 我就喜欢想走自己的路 唐卡最大的秘密 是遵循古律 十三岁正式拜父亲为师 学习唐卡 十七岁开始喜欢登代艺术 但曾评措 在坚守传统的同时 也一直在打破传统 我喜欢去创新一些东西 保持这个免唐画牌的构图 尤其是佛像的造型上 完全是尊重这个 免唐画牌的度量经 和免唐画牌的佛像的造型 这是完全去尊重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免唐画牌的造型 是最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试传的话 我觉得非常可惜 然后在风景处理上 我会借鉴一些国画的东西 包括周围的供养人 供养的神灵鬼怪 我借鉴了一些 好莱坞电影里面的 一些神灵鬼怪的面貌 不行 什么 什么试一下 过几天 就是父亲的唐卡展开展的日子 但曾凭错 深夜还在跟学生们一起布展 然后就沾了 刀片 刀片还有吧 那边刀片还有 那83年开始 整个拉萨 只有20位画师 那么父亲特别担心 这个文化 这个艺术 面临市场 就开始招收学徒 学生不收任何钱 他过来学习就行了 六间不到40平米的教室 就是父亲蛋巴绕蛋 半身教学的唐卡学校 那边要是 第二个月 就是父亲的 就是父亲的 永远 他的学生 是俩 不需要 人家人 就一直在 家人 也在说 他不需要 弃啊 有说 他不需要 在家人 上 他不需要 和他 他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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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在国家的国家 我们在国家的国家 我们在国家的国家 第一次来 要么是父亲教给他 要么是我父亲 整个系统的 这个唐卡的系统的教训 所有都教给这个学 每一个步骤都做 一尘不染的白棉布 被剪裁成型后绷上木架 绷布刷板 制作布置都是学生完成的 刷白的时候要对焦 对牛焦 刷完了之后 要看它的厚度 两面涂满焦后再晾干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磨去一颗颗粗粒的同时 也磨力着初学者的耐心 在新唐卡绘制之前 弹增平措会去大昭寺拜一拜 以求得神明的允许和庇佑 然后才动笔开花 磨完之后呢 就是不是高显 也订高 唐卡的绘制 会遵照严格的度量标准 必须分毫不差 现在还在学百秒 现在是第二年 每一幅画要画十张 所以好好长时间 画一笔即将天目的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一张 然后两三个月才能过一次关 然后是上色 上色要四五个阶段 之后还有勾筋和开脸 最后画毕业堂卡 才算一整个系统的结束 首先要学头部 然后再学裸体一下 裸体一下 释迦牟的裸体一下 如果它前面的一直画不画的话 它不能直接向你 堂卡里面的这个颜料的这个名字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刚来的学生的话 也不知道这个颜料叫什么 怎么对的 怎么磨的这个药 从一开始到染色毕业为止 要了解和学习的以后 颜料是堂卡的另一个秘密 取自珍贵的矿物或稀罕的植物 过去金银珍珠 玛瑙松石都用来做颜料 这也是堂卡历经几百年 不褪色的原因 我的话可能比较喜欢颜色淡雅和同一性 就是把它压下去没有那么跳 第一次翻译可以直播 我觉得堂卡我画的时候也可以直播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堂卡 我带帅的不要不要的色 很多人误认为堂卡好像画得多精细 那就是画得最好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有一个它自己的一个整体性和艺术性的东西 我要想 这里面的构图是怎么够 然后怎么去 怎么去完成整个这幅作品 包括这个佛像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佛像有哪些故事 怎么去安排这个构图 描金用的金是真金 可抵挡时间流逝 开脸是堂卡的最后一道公许 也因而成为整幅堂卡的点金之笔 这轻轻一笔 将赋予佛像和众生深的灵气 从旗稿 上色 勾线 描金 背景等技法 到估量 开脸 直到吞堂完成 一位堂卡画师要经历六年学习之后 才能合格毕业 那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风景处理的时候 我完全进入了 什么样的大的声音我都听不到 我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里面去了 如果突然我停下来 让我走 门在哪里 我可能找不到了 今天有一个新学生 慕名来学习堂卡 但曾凭挫提早就赶到学校 你来这一位 说话 你来这吧 对你来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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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没有太浓浓的仪式 就是拿着卡塔 然后给父亲 父亲给他献个卡塔 就是一个对他的祝福 有些学生会磕头 跪 第一批有八个弟子 从八个弟子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了之后 到现在可能有五百多个学生 这个五百多个学生就是父亲自己亲身去教的学徒 那么学徒的学徒那就说起来 现在我们自己都没有统计过 拜师后 新同学会请同学们吃肉饼和甜茶 同学们喝茶之前会集体念经文 才开始正式学习 进来很容易 基本上没有门槛 谁都不分种族的 然后谁都可以进来 然后出去的时候特别难 教作业的时候特别虔诚 双膝跪地 然后手托着作业 然后要举在头顶 是真心发自内心的 就是他们的藏族对老师都非常尊敬 恭敬 每天离开唐卡学校 但曾平措都会去拜访父亲 唐卡 学校是父子两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这个法器啊 他的名字 他的形状 佛像的动态 佛教里面的很多东西 所以的话 这个记录下来的话 就是特别好 这个珍贵的资料 因为如果没有父亲的话 应该知道的人特别少 对但曾平措来说 传承的路任重而道远 今天是开展的日子 这是首次以父亲名字命名的 唐卡艺术展 但曾平措在兴奋之余 未免有些紧张 这次展览可以说是 拉萨以父亲为主 然后他的这个青年的 这个优秀的弟子 八位弟子 首次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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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就问我 你们画展卡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尽心 你是不是平时做其他事情 也是非常的尽心 或者非常的就是慢 或者什么怎么样 我说的没有 我这个毛笔一放下 我就非常嗨的 然后我有可能到第八里面去了 毛笔一放下我就很嗨的 就这样说了一句 我觉得状态就是 你坐下来 画了 你已经进入这样 你放下之后 那你就留下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每一幅唐卡的创作之旅 都将是一种修行 修行的结果是获得某种圆满或提升 而方法却可以千差万别 全凭修行者个人选择 买手于唐卡的日常 也偶尔仰望天空 但曾凭错 正用年轻开放的心态 做好每一件与唐卡有关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做最漂亮的圍巾 加上膠色的圍巾 另外三个 然后冲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